北宣秘书长临别宪言 震动北京和北约 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和朝鲜支付实施制裁 中共跨境镇压 港媒险遭国家级黑客入侵 两党议员立足中企接第三国规避美国关税 德国拟向乌克兰追加4亿欧元军事援助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节目 我是宁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0号星期五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 视频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品 三高代谢宝 它能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 改善三高 从内而外提升健康 如果您感兴趣 请不要错过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中央社发光等媒体报道 在任长达10年的北约组织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今天在告别演说中建言 五句话 震动北京和北约 史托腾伯格即将在10月1号 交棒给荷兰总理吕特 他今天用华府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之邀发表演说 史托腾伯格回顾2014年 他决定接任前 询问曾任挪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父亲的看法 他的父亲说 北约没什么事可做 想不到从那一年起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球疫情冲击 中国对印太区域日益强势 乃是网络攻击活动大增 带来密集的安全议题 他总结十年任期经验 史托腾伯格提出五个教训 作为未来跨大西洋及全球安全的建言 第一是愿意为和平付出更多代价 第二是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 第三是军事实力是对话的前提要件 第四是军力有期限度 第五个就是 别把大西洋两岸的连结视为理所当然 而不去经营 其中第二条 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 他表示 欧洲应致力于降低对中国稀图等贸易依赖 避免再犯对俄国能源依赖的战略错误 不能以长期的安全需求为代价 去交换短期的经济利益 对于北约秘书长的言论 台湾立志协会执行长 龙华科大助理教授 法学博士赖荣伟表示 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显然的趋势 就是说 大家对中国的威胁的关注度是提升很多 我想呢 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确在破坏整个世界秩序 其中包括了它的军事威胁 包括它的认知作战 包括它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经济胁迫等等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 我想呢中国现在已经不被视为是朋友 就在史托腾伯格发表演说的前一天 也就是19号 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表示 中共已构成美国史上最大挑战 并且更胜于冷战时期 他呼吁欧洲对北京当局应采取更强硬立场 对此赖荣伟表示 中共不是只有把经济实力运用在军事的发展上 他还把经济当作是一种工具 对周边国家采取所谓的经济威胁论 吸收全世界的资本技术跟人才 反过来对世界各国的自由经济产生一定的威胁 所以拜登在他任内 早就呼吁全世界 甚至在国会里面 大家也不断地在讨论 如何制止中共 利用经济胁迫这样的工具 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 至于方式要怎么处理 赖荣伟认为 两党处理方式会不同 美国两党候选人代表的就是两种方式 民主党可能会选择 就是用多边的方式来因应中共的威胁 他也不放弃跟中国沟通跟对话 然后他们会强调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议题划下了红线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民主党这边 他的所有的智库跟他的候选人 可能会采取是这样的一种 寻找制度来制衡中国 反反它崛起 甚至在中间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沟通跟对话 然后来寻求大家的这个 画上红线这个做法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这个像共和党的话呢 其实他们内部里面也是有争论 我认为也不会说完全放弃对话 但是呢 他们会以实力的这个为根本 用一种方式呢 这个比如说用围堵啦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议题的这个 这个双边谈判的方式来压制它 就在19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 共和党人吉姆李施 星期四与其他十名共和党参议员 共同提出一项 他们所说的实质性法案 目的在于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而电灵基础 这项被称为2024战略法的议案包含多个对抗中国的关键举措 其中就包含批准以数字运输和能源部门为重点的战略基础设施行动倡议 加强供应链安全 降低伙伴国家的贸易壁垒 以及应对掠夺性的中国经济行为 方式包括反垄断改革 一向打击经济胁迫的新行动倡议 以及禁止世界银行为中国公司签合同 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 涵盖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农业投资 李氏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 这项立法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 来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并提供了可操作的条款 这将有助于我们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到更多的报告和研究 现在是时候开始实施政策了 议员推出新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 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后 才能将期送交总统签署成法 本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初到期 以上是希望之声TV记者凯特采访报道 美国财政部9月19日宣布 对一个有5个团体和一名个人组成的关系网实施制裁 因为这个关系网 帮助俄罗斯和朝鲜绕过国际制裁 完成交易付款 以支持朝鲜的武器计划和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美国财政部在19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 这个关系网总部设在俄罗斯 和俄罗斯所占领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提州 促成并支持了俄罗斯与朝鲜之间 建立非法支付机制的努力 而美国今天的行动追究了协助朝鲜和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各方的责任 随着战场上的损失不断增加 国际孤立日益加深 俄罗斯在武器采购和经济合作方面 越来越依赖朝鲜 新闻稿写道 今天的制裁表明 普京政权利用非法金融计划 使朝鲜能够进入国际银行系统 据路透社报道 朝鲜官媒朝中社在14日的报道中称 在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前几天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俄罗斯最高安全官员 希尔盖·稍伊古 并讨论了深化两国战略对话的问题 美国、乌克兰以及独立分析人士表示 朝鲜正在帮助陷入战争困境的俄罗斯 向其提供火箭和导弹 以换取莫斯科的经济援助 和某些方面的军事援助 美国财政部表示 另一项计划涉及俄罗斯金融公司银行股份公司 该公司也已受到美国制裁 它与朝鲜外贸银行合作 成立了一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公司 以接收被冻结的朝鲜资金 这些资金存在一些已停业的俄罗斯银行中 近日 有香港记者在英国运作的新闻网站追新闻 受到Google通知 指其公司电子邮件账号 遭到国家级黑客试图入侵 学者指出 这些策略具有中共特色 凸显它对海外活动进行跨境镇压 追新闻团队17号透露 近日收到Google通知 说侦测到该公司电子邮件账号 遭到国家级黑客试图入侵 Google指 全球只有0.1%的用户遭到类似攻击 虽不排除该警告可能只是虚惊一场 但Google强调 因侦测到可疑活动 才会由此警告 黑客试图窃取追新闻的密码 或用户个人信息 追新闻表示 在收到Google通知后 他们马上检视网络安全设施 采取防护行动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如 在上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记协调查发现 在今年6到8月期间 数十名记者及家人 雇主 业主和邻居 在网络及日常生活中 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和恐吓 情况前所未见 新闻自由组织 无国界记者专员白奥兰表示 最近香港发生的事件表明 有新的骚扰模式 在针对过去几年 从镇压浪潮中 幸存下来的媒体机构 他指出 这些策略是中共政权的特色 现居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 黄伟国受访时表示 他不相信 针对追新闻 及其他香港记者的攻击 纯属巧合 有期中国十一国庆将至 国安请制单位要做一些表现 或要做一些功课 来作为他们的业绩 表现的一部分 黄伟国指出 该事件显示 即使香港记者移民海外 仍有可能被中共政权骚扰 他呼吁 英国政府关注这类事件 以示对抗中共跨境镇压的决心 否则 工党政府可能会被当地的港人组织 以及人权组织认为态度软 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马尔科·卢比奥 及两党其他几名参议员 本周联名致信总统拜登 提议阻止中国制造商 通过在墨西哥 越南或马来西亚等 其他国家设厂 来规避美国关税 四名参议员在9月17日 致拜登的信中表示 共产主义中国 正在通过将其制造业 转移到墨西哥 来规避美国关税 从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自由贸易协议中获益 议员们还指出 我们必须与墨西哥政府合作 确保我们的贸易伙伴关系 不仅建立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基础上 而且还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 即保护北美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这封信由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议员卢比奥牵头 并由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 迈克布劳恩 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 谢罗德布朗 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 鲍勃卡西联署发送给拜登 并发布在卢比奥的参议院官网上 据路透社报道 卢比奥三月曾提议立法 要求对中国汽车制造商 在墨西哥等其他国家生产的汽车 征收更高的关税 对于中国公司 试图在其他国家建厂 以规避关税 拜登政府的官员也表示担忧 一个美国制造业倡导组织 今年2月警告说 从墨西哥进口中国汽车 制造商生产的汽车 这最终可能成为 美国汽车行业的灭顶之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敲定 大幅提高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 包括对电动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以加强对美国战略产业的保护 使这些产业 免受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行业做法的影响 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仅4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以应对乌克兰日益严峻的军事局势 这使得2024年 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 将达到约84亿欧元 德国政府正计划批准 向乌克兰提供 近4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以应对乌克兰目前不断恶化的军事局势 这笔援助将用于购买弹药 战斗车辆 无人机和防护装备等 此举将使2024年 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 增加到约84亿欧元 巩固德国作为乌克兰 在欧洲最大的军事支持者的地位 乌克兰一直得到盟友的支持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 乌克兰担心国际支持可能逐渐减弱 德国财政部在一封信中指出 当前乌克兰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 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物资支持 否则其防御战可能面临失败 德国国防部因此向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了请求 要求批准这笔额外支出 财政部强调 这笔近4亿欧元的额外支出 是近期才显现的紧急需求 符合宪法和预算规定的计划外支出标准 该部指出 这笔资金需尽快到位 以确保在2024年内实施相关措施 保证这些援助在未来一年中产生实际效果 如果预算委员会在下周批准这笔资金 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 将在2024年增加到84亿欧元 进一步体现德国对乌克兰的强力支持 德国的这一举措 再次显示出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 并巩固了其作为欧洲对乌克兰最大军事支持者的地位 面对持续的战争 乌克兰对军事物资的需求不断增长 德国希望通过提供这笔额外援助 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 这期的新闻速递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 我们每天都收到许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 今天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王小姐 她有家族遗传的高党固醇问题 服用三高代谢保后 她的党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王小姐说 我那个党固醇啊 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 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 我就降到了120 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叫党固醇那个药 也没怎么降 另外我也听说那个党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 另外这个党固醇呢 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 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到17 就17就属于正常了 然后我们先生呢 吃健康520 他这个血糖啊 就9 打针吃药 三高代谢保不仅针对三高问题 还能调节内脏功能 帮助身体恢复平衡 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您也在寻找一款天然的解决方案 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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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